家属悲同来到现场进行招魂仪式 怎么都没想到还了包厢成了死亡包厢 而火调人员也重新进入火场来回进行勘验 尤其是起火的五楼 最后的究责还是得归清楚 检察官进入中山分局 为了救世约谈9名工人以及5名前贵员工 由于死伤人数多 这次北检派出5名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 针对遗体详演 勘验现场调查事故等分别分工进行 尤其现场施工电梯的工人为第一目击者最为重要 被约谈走出来 警工人对于案件不多说明 但他们强调不是他们的错 而另外前贵也有相当大的责任 关闭消防设备逃生不及 恐怕以消防法规管理权人 面临一年到七年有期徒刑 尽管发声明致歉 说将会给泥染者一人十万元的慰问金 但活紧看署人为熟失 业者工人恐怕涉及公共危险 以及过失致死罪邪 还给家属一个公道 这种报道